接著我們來看面積 面積跟內積一樣都是兩個向量 兩個二維向量 印到一個時速的印射 那我們要分析它的行為 它就要從它的基底 它的基底一樣就會有四種情況 10配10 110配01 01配10 01配01 但面積這個印射呢 跟內積最大的不一樣 它就是怎樣 同方向反而會是0 因為同方向就平行向量沒有面積 但是垂直方向呢 就會是1 不過這邊要注意的 我們處理的是一個有向面積 所以這個如果定成1 那這個就要定成-1 也就是說兩個交換的時候 就要掛個負號 用有向面積的好處就是讓我們怎樣呢 一律都可以用加法 我們就不用去顧慮減法 所以這是有向面積在計算上很方便的地方 那為什麼顛倒要加負號呢 其實這也是從向量的分配率 跟同方向內積為0而得到的結果 例如我們來看一下這個11跟11的面積 1跟11的面積當然是0 可是11跟11 我們來看它的分配率的時候呢 我們就會得到怎樣 11可以拆成10跟01 後面的也可以這樣拆 那這樣子我們把它撐開之後呢 接著就是兩項配兩項 那當然就會有怎麼呢 有四種結果 第一個配這個 這個配這個 接下來01配10 01配01 就是這有四種結果在這裡 那在這四種結果裡面呢 對 因為同方向的面積是0 所以這一項當然就消掉 這一項當然消掉 剩下這兩項 對 1001跟0010加起來為0 對 加起來為0 那表示怎樣呢 這兩個就是1號 所以這兩個1號 交換要掛個負號 這個概念 主要也就是分配率 配合同方向為0 得到的一個結果 那我們再來比較一下 跟內積比較一下 你就會覺得 為什麼內積跟面積會長得這麼像 就是因為它怎樣 一個是看垂直方向 一個是看平行方向流下來 跟垂直方向流下來 所以就會變成是 SYY跟SYYS 那這裡的負號的來源 就是因為 我們要看有下面積 然後分配率的影響之下 就會讓交換加個負號 所以一樣重點就是 基地決定一切 對 對 感谢观看